我們在鍛鍊時 很多時會習慣了這個蟲 例如在這條橡筋帶裡 可能你已經習慣了12至15下 已經拉到有點悶 我們如何在原有的配件上 調整一下 將以往習慣性的下數 刺激讓肌肉 比以往有些新的刺激 以往是說拉背 可能你以往都是這樣拉開 回來 沿途都是鎖肩甲 直到你慢慢回來 收回的時候才把肩甲鬆開 都是一樣 首先收肩甲打開 我們以往就是這樣回來 每一下再收肩甲再打開 再回來 我們如何調整 就是要我們收肩甲 打開之後 回來還原那一下就慢一點了 收慢一點 慢一點慢一點慢一點 好 直到鬆開肩甲 去到原位 我們就在一下子 譬如說 你全部每一下都這樣做 就不需要的 因為都是有少少那個 阻力增大了的感覺 那你就在每一組 在最後兩至三下 去加入這個調整 即是說我去到十二下 以往十五下 當我去到完成第十二下 第十三下開始 打開 回來 慢慢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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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收回來 好 直到肩甲打開 鬆開 再收肩甲 再打開 再回來 要慢的 慢的 慢的 回來 鬆開 變甲 好 再最後一下 收肩甲 打開 呼氣打開 好 再收回來 一邊收 一邊吸氣 吸氣 熱慢的 好 直到打開肩甲 那你在這個過程 你就會 突然之間好像 有少少不同了的感覺 那當然 比如說在你 第二組 第三組 你可以在最後幾下 打開 打開 好 I can feel time in my heart I can feel time in my heart I can feel time in my heart I can feel you in my heart You in my heart Oh, in my heart I can feel time in my heart I can feel time in my heart I can feel time in my heart by bwd6